目前正是童话盛开的季节 为此南投县政府就与水里乡公所合作办理南投客家童话祭的活动 日前也举办宣传记者会 我们水里乡是客家重点发展区 那每年受客委会的补助经费来办理客家童话祭活动 那今年我们特别请水里乡公所来承办 我们南投县唯一的一场童话祭主场活动 那这活动除了里边有安排小旅行以外 也邀请了我们在地的团体还有客家协会共同来参与 把我们客家文化在这么优美的四五月的童话季节里面来呈现 让各地能够看到我们南投客家之美 也借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让各地的民众能够了解客家文化 今天的主题为花线水里幸福山一同走独去 活动中除了有大型活动以外 更有DIY体验以及客家小旅行 那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客家小旅行 除了深入的导读客家村庄的 在地文化这个之外 我们特别规划在这个声音的一个森林 这个森林就是一个减碳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旅行叫做减碳的小旅行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那第二个我们从农地上餐桌 由在地的小农的食材上了餐桌 让大家能够品位在地农村的一个 这个友善农业 以及透过这一个机会 我们支持在地的一个农业 这也是我们也很重要的 而今年的同花季轮到水里乡 为主办乡镇 除了公所规划许多优质的旅程外 议员们也希望旧有旅游 带来地方的新商机 今年的同花季在客委会的规划下 补助金会给水里乡公所 所以今天只有在记者会上 我们就已经看到水里乡公所 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在这里是会非常欢迎所有的好朋友 5月13号8点半 一起到水里乡的郡坑村 备公座这边共同来参与 秋树在这里欢迎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共同来水里 水里乡这里走走来剃头 现在电风箱也有我们的梅子 都在采收池 也欢迎大家在共同来参与我们的童花 共同来参与我们水里的农特产 公所规表示 今年童花季除了有客家展演以外 也结合地方信仰中心 北公周苗来进行取水欺负仪式 欢迎圈国的好朋友来水里游玩 记者邱平易水里采访报导